憧憬愛情或者是婚姻 但可千萬別被重婚頭了 有一名男子在網路上認識了心儀的女子 進而加入了婚友社 還簽下了30萬元的合約 說是可以幫他打造成為 愛情路上無往不利的高手 但等到他發現事情不對勁 恐怕也來不及 因為這筆錢怕是拿不回來了 未婚男女期待一段刻苦銘心的愛情 但事實往往不如人意 這名27歲的X先生 因為缺少戀愛的經驗 逝自從交友軟體找對象 沒想到卻被婚友社業務給盯上 當時是先在網路上認識的 然後他邀請我到他的公司 就是認識 第一次他是先說明說 我們這邊沒有做白工的 然後請我先簽合約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不太會講話不行 然後打扮也沒有那麼好 然後再請你簽第二份合約這樣 洋洋灑灑列出一堆費用 仔細看看像是被福報灌水一般 像是兩性課程要三萬六 形象改造要近九萬元 最扯的是桌上這幾本書 竟然要兩萬四千元 我們外送平台都有自治條例 那我們在交友的平台 未來我們新北市也可能要來制定 這樣子的一個自治條例 來保障民眾的權益 今天在這樣的案例當中 因為X先生他也付了三十萬 他很期待可以找到自己終身的摯愛 所以有沒有說去載明說退費機制的條款 要做這個定型化的契約 應該要載明說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 市議員劉美芳說不少人生活環境單純 不容易交往到異性 他建議新北市政府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 應該要考慮增加提次 除了定型化契約揭露不全之外 律師認為趁著當事人沒有經驗而簽下的合約 或許能向法院申請撤銷或者減清費用 但也因為舉證困難 能不能拿回全部金額恐怕還有變數 交友還是尋求正當管道